嗨,大家好,欢迎收听Midnight Laundry,我是淑宇 今天的节目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点像是语音日记的感觉吗? 主要是因为前半段会想要分享我上礼拜去黄金神威only的一些小记事这样子 就是想要把这个兴奋的心情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你是一个长期收听本节目的听众的话 想必你就算没有看黄金神威 你应该也已经听这个名字听到耳朵长简了吧 我今天早上才在那个铺浪上面就是看到有一些人在问说 黄金神威到底是不是一个冷门的作品还是小众的作品 其实我自己也曾经想过这件事情 当然我其实觉得有的时候去思考自己喜欢的东西 冷不冷门其实是一个蛮无聊的事情啦 反正你自己喜欢就好嘛 可是那个讨论串比较像是在问说 到底这部作品在台湾的热度如何 然后其实因为最近就是五月初的时候 黄金神威真人版的电影会上Netflix嘛 就让大家觉得很惊讶说 居然就直接跳过院线上Netflix 是不是代表说是有可能会有人想看 可是可能想看的人不会多到说可以上院线这样子 那我猜可能很多问的人也是在想这件事情 那我当时有看到蛮多人在下面留言说 你看就是动画代理其实有很多的状况嘛 像是第四季其实一直都没有被代理 所以就是你想要在巴哈姆特或者是YouTube看到 第四季的话基本上就是不可能 然后再来就是最近其实第三季的动画 好像也要从巴哈姆特下架了 反正就感觉大家要看黄金神威需要很多的门路 就是没有那么的简单 那当然如果是看漫画的话 很多平台都是买得到的啦 我觉得这至少是一个让大家觉得很欣慰的事情 就是繁中版都是有出完的 如果大家想收藏的话都还是买得到的 因为毕竟漫画是真的真的非常精彩 对然后总之呢 其实很多人就在讲说 其实喜欢的人蛮多 或者说看过的人其实是多的 然后他应该算是不冷不热这样 然后当时看到的时候 当然心里是会有一点点难过啦 那下面也有很多人讲说 其实应该就是喜欢的人很狂热 只是这一批人没有很多这样子 我觉得有的时候心情会很两极 就是当然如果今天东西很小众 其实可能也没什么关系 反正就是你有同好就好了嘛 可是小众的一个缺点吧 就是当今天有任何什么 你很期待的作品 像是电影版啊 或者是新的一季的动画 可能他就不会是第一时间被带离进来的 或甚至是就像电影版一样 他直接上串流 那当然上串流更多人可以看到 可是我觉得就没有办法体验那种 在影厅里面跟大家一起兴奋的感觉了 我觉得还是有差 对那总之其实我觉得当时听到 有黄金神威only的时候 我非常非常的惊讶 因为我原本以为 以黄金神威在台湾的热度 可能没有办法参加黄金神威only 这样子的活动 因为感觉上好像是要有很多人 是很狂热的 就是投注在这个作品里面 才有可能办一场only嘛 就是有很多的摊位啊 然后有很多的同仁创作可以逛 那所以其实当时我入坑没多久 就看到这个消息 我就觉得天啊天助我也 就是也太幸运了吧 居然此生有机会可以参加到 而且其实很多人都在戏称说 黄金神威的同仁展 可能只会仅此一戒这样 就很难说 之后会不会再继续办 然后像许多网友也在讲说 其实因为漫画本身已经完结了 然后动画其实也剩下最后一季 所以真的要把热度再吵起来 是有它的困难度的 那所以其实我也是觉得说 好啦没关系 反正就靠着口碑传播嘛 虽然很多人都在讲说 黄金神威真的很难推荐 可是老实说 我这样子喋喋不休的推荐 其实还是有很多朋友看了 就说哎真的很喜欢啊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 大家会在最适合的时候 接触到最适合的作品吧 可能有时候你推坑东西 别人不看 也不是说他真的觉得东西不好 就是他当下没有需要 那样子东西的陪伴 所以如果你也觉得黄金神威很赞 或是觉得其他作品很赞 然后你担心朋友会不会喜欢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认真的推荐 就是不用烦别人 但是还是可以把这个讯息传出去 然后让他心里有一个底 知道说啊 如果我有一天需要看一个什么好东西的时候 有这个 然后他是在我的排队清单上面 这样子 对 那好 我直接进入到黄金神威only的心得 前面露露等讲了一大堆 那反正我在去参加这个活动之前 我就非常的紧张 因为我就想说啊 竟然要去一个同仁展 会遇到这么这么多同好嘛 那想必现场一定也会有很多cosplay的人 我就觉得说我应该也要有一个主题 因为我跟我朋友就很喜欢玩一些dress code什么的 所以当时我就很苦恼 因为大家如果知道黄金神威的故事的话 或是你有看过黄金神威的可能图片 或是你有看过动画的话 你就知道 里面绝大多数的角色都是军人 就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穿私服的时间 再加上基本上他们的私服呢 也很难模仿 因为那个年代 就是大家都穿古装啦 然后像是阿希利帕的话 他穿的就是艾努族的衣服 所以基本上所有人穿的衣服 都是我现在完全无法复刻的 然后我就一直很烦恼 我甚至想说 哎 还是我要自己去买布 然后做一些致敬的服装 但是还是要我日常可以穿这样子 然后反正我就烦恼很久 直到有一天 我就被网友拯救了 我好像就是在铺浪上面看到一个 就是新闻 然后那个新闻就是在讲说 有一个日本网友 他就是在那个二手网站上面 放了一件黄色的蛋糕裙 就是要卖二手裙子这样子 好像是他女朋友的裙子吧 然后本来他其实就是一件 很正常的那种运动裙 就有点像瑜伽裙这样子嘛 然后只是颜色有点显眼 但是他的那个标语就是平民 他就写说什么 黄金神威古猿猿狼少女团 的裙子 然后大家就觉得 怎么会是这么酷的标语 然后很多网友就发现说 那件裙子长得跟 古猿猿猿狼在黄金神威里面 少女团的衣服一模一样 然后就引起了一阵热议 这样就觉得 哇他这个标语下得真是好 那我来解释一下 那个少女团是怎么回事好了 我前面不是讲说 黄金神威里面的故事 基本上就是在讲一群军人 然后跟爱奴人 他们要找黄金的故事嘛 所以大家理论上都是 一直穿着他们原本的制服 所以就是军装 那但是呢 在黄金神威这个故事里面 就常常会突然开启 一些很荒谬的桥段 但是又会很巧妙的 接上主线 那其中有一段 就是在讲说 他们在寻报的过程中 他们就意外的 闯入了一个马戏团 那当时 其实这马戏团 本来应该跟他们 毫无关系嘛 可是男主角山元 他当时就是因为 跟女主角阿西底帕 是兵分两路的 然后他很想让阿西底帕 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 因为当时没有手机嘛 是古早年代 所以他就想说 如果我加入这个马戏团 然后我跟他们一起 做了一个很惊人的演出 我是不是就会被 刊登在报纸上面 这样子阿西底帕 就会知道 我还没死这样 他就打着这个如意算盘 然后他就发现说 那个马戏团 他们有一个算是主秀 就是切副秀这样 就等于是他们会在 那个刀里面装一些机关 然后假装自己切副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很害怕 那男主角山元 他就想说太好了 我一定要就加入这个切副秀来夺取大家的目光 所以他那些其他的军人呢 就一起加入了 然后有些人可能是杂耍团 然后另外两个人 他们就被分配到少女团 就是跟一群少女一起跳舞 然后那两个男生就是超级壮硕这样子 然后可是因为他们就是舞一直练不好 所以就被那个团长一直骂 然后骂得就狗血淋头 然后其中有一个角色叫古猿猿狼 他就是有点像色情担当 就作者本人非常非常喜欢他 他就是一个非常肉壮的男生 然后他的心思非常的细腻 然后就是一颗玻璃形 就是被骂的时候就会想哭 因为他就会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好 所以他在那一段就非常的可爱 因为他就是一直被那些少女团的妹妹 就是安慰啊什么的 那他在里面的表现就让很多的粉丝 就是非常的喜欢 就常常会拿他来开玩笑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报道 然后想到那一段之后 我就突然有了灵感 因为我发现天哪 少女团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因为少女团里面穿的衣服 非常的好复刻 因为他里面穿的衣服 大概就是一个红色背心 然后里面有一个白色T恤 然后外面有一个黄色的蛋糕蓬蓬裙 然后再穿一个白色的裤啊 好啦 虽然我这样讲完 大家可能想说 谁会有那些单品 但是好死不死 我刚好就是可以凑出这些东西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 天哪 这是上帝的旨意 我就马上把这些单品抓出来 然后搭一搭就发现 哇 真的是有87分像耶 太开心了 所以我就放下了心 然后非常开心的期待 黄金神威only那天的到来 然后当天呢 就是跟我一起去的 有三个好朋友 然后我们三个就是都有打定主意 要去致敬某一个角色嘛 那我有两个朋友 他们是穿成 就是里面有一个角色 他算是一个大美女 算是伟娘啦 他是一个美女医生 然后兼死人魔这样子 因为他也是黄金神威里面的囚犯之一 就在那故事里面有超多的囚犯 然后他们身上的刺青 就是藏宝图这样子 那总之这个角色呢 他虽然是一个很恐怖的人 但是他就是非常美艳 所以我就我朋友就穿得很漂亮 全身黑这样就可以致敬这个角色 那我当时没有想说要扮成他 主要也是因为 我觉得我发型跟他太不像了 因为他是那种大直发 然后就是有点那种绑起来 然后有刘海这样 可是因为我头发就枕头都卷卷的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我没有办法穿得跟他一模一样的话 应该是没有人会看出来 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 他是穿成其中一个角色 他小时候的样子 就是穿一个吊带裤 然后有那种少年意气风发的感觉 超级超级可爱 那反正我们四个人就是 到了那会场里面之后 我觉得真的很像是走进了一个幸福的结界 就是现场的每一个人感觉 都是把他们的疯狂因子原地释放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 有时候在网路上看到很多 我可能觉得很厉害的创作者 或者是会师啊 他们在发文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哇他们感觉很疯狂 然后会很喜欢看到他们一些 很疯癫的发文 觉得啊对对对超同意的 但是看到他们本人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走 每一个人都超可爱 就是看起来是和善 然后就是Q到不行这样子 然后就会觉得 哇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很澎湃 然后跟外表都会有一点反差萌 我就觉得哇 其实老实讲 就是你走在路上你根本就认不出来 喜欢黄金神威的人是长什么样子 所以讲这句话真的有够怪 但是这句话的思路是 因为黄金神威本身是一个 有点脑洞大开的作品吧 就是作者本人 他常常开一些玩笑 或是一些梗是有点 就没有底线这样子 就其实他也不是说很色情 或是很血腥 但他就是一个很怪的人 就是那个作者本身 他喜欢的东西就是很猎奇这样子 所以我常常就会觉得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黄金神威的人 就基本上你脑袋有一小块 就是已经被作者玩坏了 是褒义 非常好的意思 那总之我就是看到大家的时候 都觉得哇天哪 我们都是脑袋坏掉的人 这样子 然后就觉得好开心 然后现场就是有很多 很棒的周边商品啊 或者是有很多自己 创作的作品 所以我就忍不住买了一些 然后也买了海报啊什么的 然后有很多人 把他们自己的展示品展出来 然后像有一个人他人超好 他现场有放一只超大的 就是尾形的动物娃娃 就是真的是可以当宝宝抱的那种 然后他就是有附赠一个 就是酒精喷雾 然后是开放大家可以轮流抱他 然后拍照 我想说天哪 那个娃娃超珍贵的 就很感谢他 然后现场也有很多小游戏啊 什么的 就是你可能只是在那个摊位逛一逛 他都会跟你说 可以来玩游戏 然后就觉得哇 这个场地真的好欢乐 然后看到很多就是摊位的摊主 可能看到我的穿搭 他们就说 欸你是不是扮成 古圆圆次郎少女团的装扮 然后我就说 对对对谢谢你 我真的好开心 因为我那时候在穿搭的时候 我就一直很担心说 大家会不会以为 我只是本人喜欢穿成这个样子 因为说实在那个少女团的衣服 他就是裙子配背心嘛 就其实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就如果你没有看过黄金神威的话 你可能就只是会以为 我就是喜欢这样子穿搭 但是被同好认出来的时候 就觉得真的好幸福哦 就觉得我自己的用心 都有被大家看见 反正你知道一个小粉丝的心 就是这么的扑式无华 然后我觉得最精彩的地方 就是莫过于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逛的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就是在会场里面 突然远远的我朋友就说 欸等一下 那个是不是贺剑中尉 然后我们全部都能就大尖叫 因为我觉得贺剑中尉 是一个很特别的角色 因为他在黄金神威里面 如果我真的要讲一个 很狭义的定义的话 贺剑中尉很像是里面的反派 然后比较邪恶的角色 虽然其实贺剑中尉 一点也不邪恶 就是我觉得他在这个故事里面的 那个角色塑造非常的棒 就是你完完全全可以去了解 他做出任何选择的出发点是什么 但是他在里面 当然就是会有比较多狂人的举动 所以在一开始看的时候 你一定会觉得他很可怕 那总之呢 其实贺剑中尉就是你越看 会越觉得他的怪 跟他的可怕很迷人 然后他底下的军人 也是被他迷得团团转这样子 所以当我们看到 那位贺剑中尉的时候 我们也是完全的 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然后放声尖叫 然后也因为我们所打扮的对象 刚好就是贺剑中尉 管理的师团里面的人嘛 所以我们就冲过去就说 不好意思可以跟你合照吗 然后刚好 贺剑中尉的那个人 他蛮高的 我瞬间就是可以感觉到 黄金神威里面 为什么有那么多谜底 爱慕他 因为我以前就是超喜欢截图 里面的一些角色 然后就说 天哪你们这些梦男 就是大晕船 你们这些晕船仔 我就会嘲笑他们 就我看到贺剑中尉 贺剑中尉的那一瞬间 我想说天哪 我完全懂你们 因为贺剑中尉 他穿着那个就是超级 有气势的大衣 帅到一个步行 然后据说 Colz赫剑中尉的那个人 他也是超级入戏的 就是他还会去巡视 摊位什么的 我就整个很喜欢 反正就是有跟他拍到照 让我觉得非常开心 然后现场也有看到 很多个山元跟阿西里帕 都有跟他们拍到照片 我就觉得好开心 然后很感谢他们 这么认真的打扮 然后看到他们就会觉得说 哇 你们真的太棒了 然后那时候在会场外面 我们也有看到一小群人 然后其中就有人打扮成 于卓美 然后跟白石 所以当然我们也是很开心的 冲过去跟他们拍照 而且那时候就有问他们说 为什么你们不进去 结果就有两个女生说 他们未成年 所以不能进去 然后我就想到说 对 因为这场活动 就是很认真的强调说 一定要成年 然后是要看那个 就是身份证 才可以进去的 因为里面就是会 卖一些就是未成年人 不能看的东西 而且因为黄金神威本身 就是可能有一点 未成年不已这样 那但是看到那两个 那么年轻的妹妹 然后就是很兴奋的 就是送给我们 他们画的明信片的时候 我就突然觉得 孩子你真的非常的有前途 因为我觉得黄金神威 他当然虽然严格讲起来 我觉得也没有说 未成年人不能看啦 可是我觉得他在讲 很多议题 可能是我在这个年纪看 会觉得更有感觉的 就我觉得我如果以前 可能高中的时候 接触到这个作品的话 我可能会一开始就觉得说 讲少数民族冒险 找黄金的故事 我那时候可能就 不太会被这样子的主题 勾起兴趣 那当然里面的角色 是很帅没错啦 可是我觉得 就是可以在这么 年纪小的时候 就接触到这种 脑洞大开的作品 虽然说身为成年人 可能会觉得说 不太能够 诱拐弟弟妹妹们 来看这个作品 但如果有任何弟弟妹妹 已经入坑的话 我就会觉得说 哇 你可以在这么年轻的时候 脑袋就被如此打开 其实你是幸福的 因为我觉得作者的创意 然后还有他对于文化的考究 真的是会很鼓舞到人 就我觉得他对于很多角色 跟场景的细节雕琢 都非常非常的让人佩服 然后让人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也可以透过他描写 人物的方式 去更了解人性 就是不太会对于善与恶 有非常恶元的想法吧 对 所以我不知道 这整段他都超级老人的 I'm very sorry 但总之就是看到 那两位不能进去的妹妹 就虽然觉得他们很可怜 因为他们真的很想进去 黄金神威only 但是我就想跟他们说 我觉得你们会成为人中之龙 然后再等几年吧 等你们成年之后 希望还可以再办一场 希望那时候黄金神威 还是红的这样子 反正现在第五季的动画 还没出来嘛 那我真心的希望 第五季的内容出来之后呢 他可以再红一波 好 以上就是黄金神威only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一些快乐的小碎片 然后 其实我最近呢 又陷入了一个新的坑 但是这个坑呢 我其实没有想要 跟大家很详细的介绍 因为如果我详细的介绍的话 我应该会被大家笑死吧 大家想说 现在学世界应该只剩下 你没有在看这个东西了吧 就是排球少年 因为排球少年真的很红 加红很久 所以我觉得应该 轮不到我来介绍 但总之我想跟大家说 我已经正式的成为了排名 对 那为什么会成为 排球少年的粉丝呢 其实这个契机 也是非常的无聊 甚至大家会不会听完 想说你这个人 真的是超级荒谬 反正就是其实三年前 我朋友他就是 很喜欢排球少年 然后他有找我去 排球少年的咖啡厅 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去 然后我还跟很多立牌拍照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 他们谁是谁 然后那时候也觉得说 哇排球少年 感觉是一个宇宙观 很大的故事 然后我这个人 就是有点犯贱 就是我只要知道 某一个故事 宇宙观很大的时候 我就会很没有动力追 因为我就会觉得 天哪 我不知道我追不追得完 就是会给自己 很多的压力 那可是呢 其实排球少年 老实讲 追起来也不用很久啦 那为什么会让我突然 就是放下 这所有一切的害怕 其实就是因为 最近不是电影版上映了吗 就是那个垃圾场的决战 然后我本来就是想说 哇电影版上映了 好像应该要 真的来追一下了 因为就身边的朋友 都会陆陆续续的 三不五时的提醒我说 哎排球真的很赞 你一定要看 那但是真的把我 推入火坑的那一集呢 是我听到了 我朋友去看了4DX的电影 大家会不会觉得说 What 反正就是因为 我一直都非常想要 去4DX的影厅 我第一次去 是我看那个 李安导演的 比利林恩的 中场战士 但是老实讲 我记得我看那部电影的时候 那个4DX的感觉 没有很强烈 就是没有很大幅度的移动啦 那我就一直很想要 找到另外一个机会 可以去看一部 我喜欢的电影 然后是在4DX影厅的 因为我就是很想体验 那种椅子动来动去 然后有一些什么 喷水之类的特效 然后我就想说 哇排球少年 是一个我有兴趣的作品 然后他又在4DX影厅 真的好想看哦 可是在看这部电影之前 我一定要把排球少年 追完啊 不然我如果只是 直接去看电影版的话 太可惜了吧 就里面很多角色 都不认识啊什么的 所以就是因为 这么简单的原因 我就马上下定决心 把我手边在追的 所有东西都先暂停 马上开始追动画 然后的确就真的 一按下开始之后 就再也回不去了 那其实我自己也觉得 看这种运动作品 真的很有趣是 我发现自己其实 有一点点在排斥 看运动相关类的作品 主要是因为 我的体育不是很好 然后我好像就 常常会觉得说 哦我的体育不好的情况下 我看这些东西 我可能没有办法 那么的有共感 就是一个很直观的觉得 我擅长什么 我会最被什么东西 受到感动这样 所以像我爸跟我弟 他们都很喜欢看 就是运动相关的动画啊 或者是漫画啊 那我自己就会觉得说 啊可是我看的时候 可能就不会有 你们那种感动 可是我觉得其实很多 真的很受欢迎的运动作品 老实讲 它其实是不限 你本身的兴趣的啦 因为像之前我去看那个 灌篮高手的电影版 我一样也是看得 非常非常开心 虽然我也不是很会打篮球啊 那所以其实 排球少年一看的时候呢 其实一开始我本来有想到 我学生时期 多么的讨厌打排球 因为排球对我来说 比篮球更难的原因是 它非常的难 让你有掌控的感觉 就是如果你体育不好 你应该可以理解我在说什么 就是我可能跑步 虽然没有很快 可是至少我知道我要怎么跑 那我跳绳也还行 那扯铃也还行 我怎么都讲一些 有点奇怪的运动 反正就是在学校 要做的一些事情 我多半都觉得 虽然可能做得不好 但勉强还能做吧 可是排球真的是那种 每次老师说 要打个二十五下 我就是没有办法 或者是要达到那个标准 需要好好努力 好努力 或是真的是要靠运气 就是有一种 每次球碰到我的手臂的时候 它都会跑到一个 我不知道在哪里的方向 或者是拖球的时候 完全拖不到我想要的地方 就是会觉得身体 完全不听我自己使唤 所以在玩排球的时候 我总是觉得 我好像是在拖大家后腿 然后还有我会很畏惧 看到球朝自己这边过来 因为我知道 当我把球打回去的时候 不会是我想要的状况出现 这样子 那但是在看排球少年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代替的满足感吧 就是有一种看到 比我厉害好多好多的人 比我认真 努力好多好多的人 他们是怎么样去打这个东西的 那当一个人擅长排球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所以在看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是很过瘾 然后当然看到角色的成长 也非常非常让人感动 就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 无论你是什么样子的人 都会受到鼓舞的一个作品吧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 非常好的群像剧嘛 那它就很适合 让你跟朋友 或者是其他有看的人一起交流 说你喜欢谁 那当然组CP这个就不在话下了 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 让人看了就是会 难免一直热血沸腾的好作品啊 反正我相信在听的很多人 应该也已经是排球少年的大粉丝了 也不用我多讲 但是我还是想说 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喜欢的角色 像一开始 其实我就对月导营 这个角色非常的有兴趣 主要是因为在黄金神威里面 也有一个角色叫月导 但是它叫做月导机 所以是同一个姓嘛 然后我就对这个名字特别有印象 然后再加上这个角色的神 又是内山昂徽 就让我非常的期待 因为内山昂徽就很常配一些 我很喜欢的角色 像最近的话就是 与山田君谈唱level999的恋爱 里面的山田 这个作品的名字很超长 但是插播一下 如果你个人喜欢看一些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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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的 故事线的话 我非常非常推荐 与山田君谈唱 level999的恋爱 这部动画 真的是会让你甜到蛀牙 对总之呢 内山昂徽的声音 非常的好听 而且就是有点慵懒这样子 所以我就很期待 月导这个人的个性是什么 那其实月导他这个人的个性呢 就是非常的嘴贱 然后他非常的聪明 然后又很高 所以首先其实我 完全就是被他的美色给诱惑 因为他好高 然后就是一个大短髮 然后是金髮 然后戴眼镜 我整个人心脏暴击 因为我超级喜欢 就是这种身材修长 然后戴眼镜的男生 就觉得好帅哦 然后但是一开始 就是非常的痛苦 又觉得月导这个坏嘴巴 他真的很喜欢 就是一直呛他的队友这样子 可是我越看越发现 天哪我根本是一个抖M 每次看到月导骂人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可爱 好帅 就是反正我就会开始 其他他嘴贱的那个样子 那老实讲 他的确也是 我在排球少年里面 最喜欢的角色之一 虽然其实这样讲真的很怪 因为里面的每一个角色 都是我的好宝宝这样子 可是当然有几个角色 会在几个点特别触动到我 然后我觉得月导 就是一个这样的角色 其实我在思考 到底要不要分开一集讲 因为现在讲起来 又觉得好像有一点热血沸腾 我觉得好像之后 可以找一些喜欢排球少年的朋友 来跟我一起聊天 但反正我现在可以潜聊一下 我对于月导的想法 就是我觉得月导他 虽然嘴巴很贱 是一个笑点 但是其实他那个个性的转变 让我很深受感动的地方在于 他的思路其实很好理解 我身边其实遇过很多 像月导这样子聪明 然后有一点分世忌俗 跟有一点看不起大家的感觉 而且他的看不起 其实他也不是霸凌式的看不起 而是因为他真的太聪明了 所以常常会觉得说 为什么要为了一些完全不知道结果的事情努力 或者是为什么要做一些 明明知道不会得第一名 却还是要拼了命往前冲的事情 就很多时候我们内心 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那有些人他脑袋可能转得比较快一点 他更常会对世界有这样的看法 那其实我觉得聪明是一个优势 聪明也是一种祝福 可他同时也会变成一种诅咒 因为他会让你觉得 做很多事情都没有意义 或是做很多事情都很无聊 都很烂 都很废 那其实月导他 身为一个高一的学生 他看到他的同学 他都觉得你们这群笨蛋 你们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努力的往前冲啊 你们到底为什么要那么热血啊 我觉得他的那个心态是 老实讲真的很好理解 然后也会让人觉得说 虽然觉得你嘴巴很贱 可是好了我懂你 但是看到月导后面的转变之后 我觉得就真的可以理解 为什么在第三季 他那个撕心裂肺的呐喊 就是真的会让人很感动 觉得说 人生中至少要体验到 一两次那种感觉吧 就是 哇真的可以热爱一个事情到 你不用去管这件事情到底蠢不蠢 而是我想不想做 这样子 那 对 我觉得讲到这边 之后应该还是要帮牌照开机 我之后真的要找一个朋友来跟我聊天 好 那我先预定 如果大家有什么 对于牌球少年的 想法 或是你有一些什么最爱的角色的话 也欢迎跟我分享 到时候我也可以跟我朋友 就是 一起来把这些角色拿出来聊一聊 这样子 但是我还是想要再顺带一提 另外一个我好喜欢的角色 就是伊达宫的青根 而且我会爱上他完全是一个意外 因为一开始我看到那个 呃 乌野跟伊达宫比赛的时候 我只觉得 哇 伊达宫的人看来都超可怕 尤其是那个青根 因为他没有眉毛嘛 然后看来凶到不行 然后我就想说 天啊 他看起来真的让人好畏惧 感觉是一个完全可爱不起来的角色 但是后来我发现 他完全都不讲话 然后他比完赛 然后虽然就是输了 很难过 但是他却对主角日向展现出了 就是超级高的尊重 然后跟就是他都会用他的肢体语言 说话这件事情 我就发现我突然完全被他蒙到 然后只要看到他的图片 我就会忍不住傻笑 我就发现 难不成这就是恋爱吗 而且我每次看到他的图片 我都忍不住注意到 就是他的屁股好像有一点大 就是下盘比较稳这样子 我就觉得好可爱 好像一只大宝宝 我就觉得我的爱都好不理智哦 而且因为其实我对于二次元的人 就是我有一个蛮特别的喜好 就通常我都喜欢眼镜男 或者是长发男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在看排球少年的时候 爱上的角色常常都会让我自己觉得 好惊人哦 就其实个性的影响可能还是很大啦 像里面的长发男 就是乌野高中里面的旭学长嘛 那旭学长其实我觉得他超级爆炸帅 然后我也超喜欢他 然后我喜欢他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我觉得他的个性啊 跟吉一卡娃有点像 就是大家如果有看吉一卡娃的话 就知道吉一卡娃他就是常常会哭哭 可是他又很常会坚强起来 去做他觉得正确的事情 然后其实他的内心也都 就是越挫越勇这样子 他绝对不会因为跌倒一次 然后就放弃人生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不就是旭学长吗 虽然旭学长人高马大 然后又留胡子 看起来超级恐怖 可是他的内心就是一个大可爱 所以我也是超喜欢旭学长 但是其实基本上每一个角色聊一聊 都会觉得 哦我超喜欢A 我超喜欢B 每个人都超喜欢 因为我觉得一个好的群像剧就是这样子嘛 就是每一个角色都会让你有喜欢的地方 然后有些角色一开始你可能不喜欢他 但不喜欢的原因搞不好会反映了 在真实生活中 你自己不想要面对的面相 那我觉得这也是超级有趣的 虽然在排球少年里面 我好像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角色 顶多一开始觉得很恐怖 然后面觉得根本是一个小可爱这样子 那既然我已经夸下海口说之后会细聊 排球少年了 那我觉得那些细节我们就之后再谈吧 那就欢迎如果有任何喜欢黄金神威 或者喜欢排球少年的朋友们 可以来跟我分享你 你最喜欢的角色啊 或是你想要分享给我的可爱小知识都可以 毕竟我才刚成为排名嘛 那另外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情 就是我五月中的时候要去排球少年咖啡厅 超开心 而且是跟另外四位同好一起去 我已经就是迫不及待 就是又要dresscode 我们要以自己喜欢的球队为主题去做穿搭这样子 那到时候去玩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再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跟我分享都可以到我的IG 那我所有的资讯都放在下方资讯栏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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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